好,回到我們的第三節,請我們嘉賓出來,Ken你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出了二為兩節,說起U23和U18實在太開心,說到停不了口 結果還是要開第三節,說回清分在那兒 Ken想和大家一起說說,我們之前的清分,究竟現在的狀態,或者去了哪裡 讓我教大一點畫面,讓大家看得更好看 我開了剛才的交易市場,Ken,請你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萬年出名多清分 當然不能忘記,我們有傑斯,我猜錯了的人 你猜錯了那個原本是碧咸,右邊出球 其實我給你們多一點提示,一定猜中 好,繼續 然後就是我們剛才說的Neville 兩位,Grey Neville和Phil Neville 我們剛才所說的三位球員,的確都是比較長時間 甚至Garen Neville,好像是one cup man one cup man,沒錯 是的,這些就是我們萬年比較出名 就是我們舊的比較出名 慢著,慢著,慢著 你為什麼中間錯過了我們的清分總監,Nikki Butt 哈哈哈哈 她也是我們九二不二班的名將來的 現在就回來幫忙,還有一件事 Kent可能你不知道,你可能沒有留意香港的足球 Nikki Butt曾經來過香港的藍華踢球 是,這個我看過新聞 叫做筆機的風 當時Nikki Butt的筆,和前車路士的前鋒基士文 他們兩個同時間來加盟藍華 都當時成為一個佳話 所以Nikki Butt很熟悉香港的 因為他踢了一連球 就好像科蘭一樣 沒錯,不過就是早幾年 所以九二不二班 頭四位都是九二不二班的球員 然後就有Robbie Savage 這個你認識嗎?Kent 聽過他的名字 但沒看過他的全面試片 這位球員打得不錯 但後來他打過李斯特成 還有在Blackburn 也打過打比 打比 是不錯的球員 一個進攻的中場 如果你有留意英國蘭那邊的BBC 經常見到他 因為他現在有份廣播 他有個節目叫做606 他出了名火爆 經常跟球迷吵架 這個人 原來他是萬聯的清訓 大家要留意 這個是不是肯定100% 因為我不是100%肯定他是我們的清訓 這個你檢查過嗎? 這個搜尋就是搜尋萬聯清訓的球員 對 他就是踢了兩季萬聯 但都是我們出品的 沒錯 不好意思 我可能那段時間比較少看球 所以我都不100%肯定 不過現在我就相信你了 93、94、95那段時間 明白明白 我明白了 那段時間我是看得最少足球的時間 90至94 我基本上是沒有機會看足球的 好 然後就Fletcher 現在是在市督城的球員 還在踢嗎? 真的還在踢嗎? 我都不記得了 他這裡寫是還在踢 因為如果retired 他又有另一個戰爭 只要我記得打Fever還有他的 他也是一個很出名的球員 亦打得很好 他最出名的是肚痛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打到萬聯的最後 尾二還是尾三那一屆 患了一個怪病 經常都肚痛 令他差不多一年踢不到球 醫治了很久都醫不好 不是假裝肚痛那一隻 不是像我們炸肚痛不上學 是真的肚痛 有嚴重的問題 令他踢不到球 醫治了大約一年 後來醫治好了之後 他打不回之前的狀態 因為他也是很幫助的 在中場的位置 結果轉了會去西布朗、史督城 對 然後有第二位史督城的 是Shawcross 沒錯 是Shawcross 對 他應該跟著球隊降班 好 接著又是一位很出名的球員 West Brung 布朗 你有什麼熟悉對於他? 他很出名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他可以打中堅 也可以打右後位 如果沒有記錯 對 當時废爾Sir曾經說過 這位布朗人兄 很大機會成為英格蘭最出色的 我忘了是right back還是center back 我不肯定 如果沒有記錯 废爾Sir曾經說過 他將會成為英格蘭最出名的中堅 不好意思 我忘了是中堅還是right back 不過好像是中堅 現在想想想 結果呢 經常送禮 很多時候都有點甩漏 結果後來轉了會去新特蘭 是 現在被人禁了 禁了嗎? 還是退休嗎? 他是這樣被人打過 停止是例如復禁藥的 這件事我就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但這裡是這麼寫 我查過 我查過這個資料 是說某些球員 觸犯了某些條例被人禁賽的球員 或者在坐牢的球員 他應該不是坐牢的 應該不是 我沒有印象 如果有人知道 可以補充一下 好 接著 Mark Hughes 這個你一定沒看過他踢球 1963 大巴哥年代 我看的時候他已經成名了 不要以為我是1963年代 哈哈哈哈 他的確很有球味 踢得非常好的一位球員 之後也去了車仔 布利班流浪 其他球隊 他踢過愛華頓 我都不想起 我都不知道 他很厲害的前鋒 踢過巴塞 他踢過巴塞隆拿 有一場勾戰 就是他幫我們進入巴塞隆拿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總之這位是一代射手 但是他跟費加遜有少少不和 所以我們經常說 他也是去年 其實幾年前 帶了史督城帶了五六年 這件事應該有點印象 他就是史督城的領隊 帶了五六年 所以我們經常說 史督城一踢過萬聯 特別落力 因為曉氏 雖然他踢過萬聯 但由於他和費Sir不和 所以曉氏也挺討厭的曉氏 這個不用說了 這個不用說了 這個真的不說了 他出名的東西 開一集都說不完 會不會你遲些那個 跟信祖卿那裏 不知道 信祖卿說的更舊 我們賣點廣告 約了信祖卿 8月底又會跟他講一集 OK 好 不過不是講碧球 不是講碧球 好 接著是Barsley Barsley 現在是Bernley 這個 但出場廁所我記得是不多 不多 這是青訓球員 但應該很少打一隊 是的 然後下一個 吐了休的Centrumsfield Glisby Glisby 這個你也不懂 不懂 不懂 這個也是Barsley Glisby 又是我們的快翼 其中一隻快翼 唉 那時候也很厲害 不過這裡不講太多了 因為我記得有一集 和Carol已經講過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了 然後就是 我們現在都很獨立的 Johnny 議員 Johnny Evan 今年是否轉了會去李斯特城 沒錯 還有去年 記得嗎 隻手可熱的中堅 好多人 我記得 亦都是被費Sir說過 不應該這樣說 費Sir沒有特意點名 不過費Sir用行動去說了 他 Kent 不知道你記得嗎 可能當時你還未看球 當時就是Bagay 即現在Barser的Bagay 和這位Johnny Evans 費Sir 二選一 他選了他 沒有選Bagay 所以放Bagay回去打Barser 怎知道他是不是雲糕二時代被人買 Johnny Evans 好像是 應該不買 好像不是 忘記了 忘記了 Anyway 不過他現在都OK 狀況來說 如果你說是現役 他應該是狀況最好的球員 因為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中後場的球員 尤其是中堅 你多了經驗 個人定了 就會有進步 他就是這樣的例子 Sony Evans 他是1516 應該是雲糕二時代 OK 才賣走他 是的 但他中間也去過新特難 可能是借出去 借完之後賣 我不肯定 這個我忘記了 然後下一個就是 Hickenbotham 這個我不認識 我也 他應該拼了很多時間 因為他1978年 也是年紀了上下 但我真的完全沒有印象 說真的我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他拼了一萬年多久 不知道 他拼了一萬年多久 他拼了一萬年多久 OK 可能拼了一萬年多久 他拼了一萬年多久 他拼了一萬年多久 明白 我沒有印象 老實說 那是一個Danny Simpson 應該大家都有印象 李斯特成 沒錯 不過現在好像 現在好像 有人在球隊中 是否有人代替了他 已經在球隊中 我又不肯定 始終沒有留意李斯特成 所以我不敢肯定 對了 忘記了 因為31歲 好像已經有一個 替譜 如果Ride Back 就不是他拼了 剛剛對我們那場 肯定不是他 所以可能他還是做一個 後備的 後備 後備 原來下一個大家都很熟悉 唯大帝 唯碧黑 這個又不用多說 剛剛有一宗新聞 我忘記了在節目裡有沒有說 應該沒有 是編輯部那裡有人報料 你知道 阿仙奴 他現在去了阿仙奴 阿仙奴 有一個新的領隊 UNI Emory 原來 UNI Emory 就說 由於他們後防不夠人 找了大帝 打left back 打得很好 我挺期待 他第一場對萬城 是Hanny Welbeck 打左後備 但沒有 如果他打left back 可能球迷對他會好很多 那我不敢說 因為他不會亂衝到正前鋒 做一些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他實在太出名了 他亦都很穩定 無論在萬聯年代 或是阿仙奴的年代 都是非常穩定的 下一位 Tom Cleverley 聰明仔 你有印象嗎 你認識他嗎 這個認識 你認識一下 他也是穩定的中堅 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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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ordford那邊 我應該不太知道 我記得 他的記憶是踢愛華頓 其實踢得不錯 但後來去了Wordford 其實他去Wordford 可能更多機會 我猜在愛華頓 未必有機會 不是愛華頓 那時候他也是主力 說真的 打擾一下 就賣走了Wordford 也是一個不錯的中堂球員 不過很老實 他曾經一段時間 在萬聯年做過正選 但始終能力上提升不夠 他要再升級多些 才能站穩我們的正選位置 結果就沒辦法賣走了 之後那一堆 大家可能都已經 Mark Wilson 沒有什麼印象 Fraser Campbell 這個球員也有些印象 Fraser Campbell Jonathan Spector 已經不認識 David Jones 我都不太熟 不知道他是什麼球員 他也是踢青年歸然 立刻走的 Raphael 我認識 你認識嗎 我都認識 我認識 現在在里昂做Rideback 其實他挺好球 我真的挺喜歡他 看表現是不錯的 你有看過他踢球嗎 有看法甲 有看法甲 他真的挺好球 不過他身形小小一點 有一段時間挺低沉 有受傷 如果沒有記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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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受傷患困擾 但有趣 他有一個孖山兄弟 他好像是小弟 好像是小 大那個是T字頭 Tafel T字頭叫什麼 我忘記了他名字 是哥哥 挺有趣 他倆跟C朗一起來的 他倆跟C朗一起來的 下一個Danny 我也不認識 Gutry 我也不認識 我亦沒有印象 因為他現在不認識的球隊 我已經看不到球隊在哪裏 然後Yosher King 應該認識 對 對 這個去到Bordemouth 也打得不錯 不錯的 這個球員真的不錯 是不是對我們入了一球 好像是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要按一下Refresh 有一點危險 因為我們在做錄音 錄音可能比較好 如果做直播的話 應該會有些 我們說完這一頁 應該大約 好嗎 對 後面那些大家都不會認識 對 我們說完這一頁 好 接著第一個已經認識 喝水哥 其實不說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知道 不過可能真的比較上 因為他始終在里斯特城成名 對 可能沒有名字 我飛了 就變成另一個 好 繼續吧 Poor Machine 我也不認識 Ronnie Warwick 我也不認識 Gary Walsh也認識 不過這個比較好 是龍門 Darren Gibbon 你有印象嗎 有 有 這個踢國愛華盾 現在去哪裏 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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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歸中矩 我覺得這個 都是很短時間一隊 你有什麼印象嗎 想說 會 比較少時間輸 簡單來說 其實 都OK的 OK 他跟聰明姐一樣 反而他打愛華盾 時代我印象比較多 但踢馬聯時代我真的不太記得 好 Mark Robbins 我真的不認識 不認識 人的樣子都沒有 Crate Card Cat Card 我也是不認識 這個你認識嗎 Centerback 現在打中 我不會認識 應該是大後備 OK Michael Keen 應該認識 對 愛華盾的正選中堅 剛剛那場也在出正選 去年買回來的 對 之前 好像都說 不少球隊都對他有興趣 去年全國回來馬聯 他在Bernie打得好 對 去年全國回來馬聯 好像是否有入選英格蘭 我不肯定 世界杯應該沒有出過場 但有沒有入選 我就不記得 肯定沒有出過 有沒有入選 大家也很熟悉 為何年格特會在 為何年格特會在 還在踢都還在 喔 福仔和年格 明白明白 他們兩個都還在 所以他有我們的萬年興奮 Fabio 就是孫仔的哥哥 記錯了 他名字是Fabio 現在踢那隊是哪隊 我不認識 藍特 藍特 這次藍特都是法甲 兩個都是法甲踢 是 不錯 但是Fabio是離開萬年早些 沒錯 沒錯 早些 曾經有一宗趣文 其實 廢Sir 都不能分開他們 誰打誰 曾經廢Sir 廢Sir說 其實 找一天 上半場 你打 下半場 小朋友打不知行不行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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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福仔連格特 之後 這個都認識了 Tom Heaton Renee的龍門 如果打機 Fabio 你那邊就很划算 小一個 打機更加不行 沒人知道 Tom Heaton 認識嗎 Kent 認識 受傷了 前季救過伊巴堡 沒錯 前季打得非常出色的英格蘭龍門 好可惜 去年傷了 整季沒有踢 也導致他沒有敬逐英格蘭正選門像位置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他很大機會 是 好 然後這個Sleven Abank Bright 完全沒有印象 你認識嗎 現在也認識 Anthony Pickington 也沒有印象 但現在在英超 這隊是甚麼 這隊是Brighton Card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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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賺奴沙式 這個厲害 現在曾經傳說有機會 因為我們有個回購條款 有機會買回來的 好 接著就是Chris Eagle 這個你應該不認識 不認識 現在也是被人禁了 不知為何 這也是曾經一段時間 打過我們正選 其實那段時間都可以 說真的 不是太差 是 OK 繼續 大家都認識 普巴 不用說 接著就是James Chester 我也不認識 不認識 OK 即是維拉 Sean Gota 我都不認識 John Curtis 這些全部都退休 John Macken David Healy Matt T. James Danny Webber 我認識 Danny Webber 現在在MUGV廣播 對 因為都退休 對 因為做了廣播佬 Mike Paulet 我都不認識 大致上是這樣 好嗎 因為時間都有 說了幾個出名 好 你說 例如大家都認識 大家聽過 為什麼這裡沒有 在後面那裡 在後面那裡 不要緊 繼續說 然後有 Oshumanser 大家都更熟悉 在副下 然後廢價上的兒子 Darren Ferguson 對 現在在Dongster做領導 現在應該是無業 好像已經炒了 炒了 OK 但之前不是說廢 他一醒來就是問這件事 還未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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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後來不知連輸的一場 所以後來炒了 有Black Cat Black Cat 沒錯 雲高爾年代提升 上一隊 大家都認識 現在在Stugger 之前的 這個 Lefter的龍門 Zieler 德國佬 那個 也是馬段出的 都算有些名氣 好 好 還有什麼 後面的開始 都是我們現時有的球員 根本是現在的人 是的 但我看到Mitchell 這裏的樣子 頭髮是很厲害的 哈哈 那是年輕人 泡巴都經常要染頭髮 改天髮型也很正常 他們不用上學 有一個 有一個 Raheem Hanley 不知道他們是哪一隊 應該不知道 他們在那裏 有一個問號 OK OK 這個 大概這麼多 OK 明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阿Ken 今天和我們 以一個年輕人的角度 講了兩樣 第一就是我們U23和U18 現役的青年球員 究竟表現是怎樣 因為都剛剛打了一場 也都有一些變化 因為有些U18的球員 就升了上U23 另外最有趣的是我們現在剛剛這一節 講一些我們之前的青分球員 究竟現在還在踢球 還是已經退役 還是已經沒有踢球 都有一些挺有趣的回憶 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的記性是一般的 因為有很多應該是我那個年代 但我已經不太記得他們了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阿Ken有什麼補充 希望萬聯的青分可以更加成功 有更好的球員培訓出來 好 我可以告訴你 星期五我會去看U16 今年來訪問香港的那場球 有機會說真的 因為我知道不特有來 看看那天有沒有可能 找到不特跟他講兩句 問他你搞成怎樣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就盡量找一個機會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待會再跟大家說晚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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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